第二个层面是什么 它是写文化 写心理 是社会心理的积淀 是写得很讽刺 很俏皮 是一种漫画式的一种结实 具体一点来说 写的是众生像 是新柔林的众生像 主要是新柔林的众生像 我们知道柔林外史 古代的一个小说 写清代人 写读书人 种种可笑的行为 写科技制度 是个俯次小说 柔林 那么维城可以称为 新柔林外史 它揭露的是新柔林 新柔林 都是有什么人 新式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储恶的表现 所以你们注意 维城写的那些知识分子 不是一般的 都是留过学的为主 算过大学的为主 前中书写的是那些社会尖端的人物 原来他们是这样的可笑 所以他对书中的人物都是讽刺的 在冷静地审视 带有一丝玩笑 似乎高高在上来看人世间 这些人和事 所以这是讽刺小说 是新柔林的解释 在维城试图对新式的知识分子 特别是留学生 包括一些留学生群体 他的心态的刻画 来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 这是小说的深刻所在 五四以来 新小说写知识分子的很多 但维城无论是角度还是利益 都与一般的新小说是不同的 在五四时期 新小说表现的知识者 对新生的追求 人道主义旗帜下 高唱的是过性解放的战歌 这些作品的主人公 不再是儒雅文弱的传统文人 他们气质上 往往都有种青春期的那种热情 所展示的姿态 也是反传统的 是英雄 所以三十年代革命文学中的知识者 更是斗士 尽管政治化 让这些英雄的过性显得比较空泛 到了四十年代 特别抗战之后 知识分子题材中的英雄色彩就淡一些了 作家们开始冷静地回顾和探索 他们走过的道路 就是作品普遍都有一种历史的沉重感 所以《围城》是四十年代这个小说风气中所形成的凝重深刻的一部 它不只是探索知识者的道路 更是要去看反思知识者身上所体现的那种民族传统文化的德国师 或者说他要通过知识者这个特殊的角度 从文化的层面去把握民族的精神危机 所以《围城》里面的讽刺是带有机制的那种讽刺 这种讽刺所引起的那种腊疼 无不牵动着读者的神经 迫使他们去思索 去寻找传统文化的弊病 所以像阿Q正传之后 像《围城》这样有深刻的文化反思的长篇小说并不多 这个五世以来关于知识者作品太多了 钱宗书看来太自恋了 所以钱宗书是有点反新文学的 刚才讲的张爱玲也有类似的情况 特别是对新文艺腔 他是反感的 所以你看小说里面写那个书文完 跟那种恶俗的白话诗人闪电式的结婚 是一种讽刺 新文学太过自恋了 所以钱宗书就来一下讽刺 最新式的文人 包括那些海龟派 在小说里面显得是那样可笑的 这是钱宗书的观点 以前写知识者 就是苦恼 解放 英雄 但钱宗书不去写这些 他主要是写空隙 无聊 不学无术 写他们的尴尬 精神的困境 所以房逢健这个人物 这个角色 是一个最主要的 这个海龟派了 我们可以展开一下分析 这个人其实是善良 老实的 但是夸夸其他 不招编辑 聪明而且无用 眼高属低 文博 是浅 见识非常广播 但是眼眶很短浅 能说会到 但是没有主意 在我们生活中 在校园中 在知识分子群体中 我们常常可以碰到 像方逢健这样的人 脱离实际 眼高属低 有点小聪明 但没有用处 是多疑的人 是吧 这小说写他和 苏文丸的关系 和唐晓福的关系 就可以看出 他是聪明而无用 是吧 他最终被苏文丸 罗网给罩住了 还有 所以这个 他的朋友啊 赵新妹 他的同情兄啊 是这样来评价 方逢健的 说他不讨厌 但是无用 赵新妹 对他的评价 什么叫多疑的人呢 方逢健就是一个典型 这小说里面 有一个人叫刘东方啊 也评论方逢健 说人很凌厉 但本领太糟 不会 不会做事啊 孙柔家呢 这他的妻子呢 对他的评论是什么 喜欢自作聪明 经常弄巧成拙 所以方逢健就是 这样一个游易 缺懦 柔柔寡断 老是抓不住机会的 一个人 谈恋爱上学 工作很多机会 他都失去了 其实钱宗书啊 是写一种心理特征 写一种心理特征 或者说写一种文化的特征 虽然方逢健留个阳 海龟派 表面上很现代 但骨子里面 很多传统文化的糟婆 包括他的容岚 惜佛 自我安慰 得过且过 总是给人一种惰性的感觉 文化的惰性 他是一个没有位置的人 一个多疑的人 一个时髦 而又落后的人 所以我们读这个围城啊 除了感觉好笑 逗啊 很应该体会 他的文化的反思啊 文化的批判 钱宗书对五世以来的新文化 新的传统 也是有批评 有反思的 新柔林 那种心态 官本位 从阳没外啊 不见钱的心态 他都写到了 特别要说说那个孙柔家啊 孙柔家 是中国文化 一个典型的产品 刚上场的时候 您注意啊 非常柔弱 温顺 一个少女 小说是这样写的 说他怕生 就怕 陌生人 说他怕生 一句话都不敢讲 可是慢慢的 大家发现 他做作 搅饰 特别结婚以后啊 换了一副模样啊 变得善度 满善 激度 赚恨 多疑 刻薄 有人说啊 这是中国妇女 为了应付 一辈子都要陷在家庭纠纷里面 陷在这个苦难里面 所培养出来的一个特性 一个女人呢 结婚前 结婚后 会判要两人 照理说呢 孙小姐啊 她也诉过大学的教育 而且是英文助教 是吧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虽然不是海龟派 她也诉过一些西方的影响观 是吧 但是我们在她的身上 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某些潜质 某些心理积淀 某些不好的东西 对她的影响 所以孙儒家也好 方鸿剑也好 她都不是坏人 你很难说她是反面人物 但是他们是非英雄 是常见的人物 整个围城啊 没有英雄 都是非英雄 是吧 所以她写 这个小说写的就是新柔林 通过这个新柔林 来对传统文化 进行一个反思 是一种文化批判或反思 这是第二个场面 第一个场面是生活描写 第二个是文化反思 还有没有城 还有 在拨足水一样 再拨下去 拨到第三层 我们就看到了哲理思考的场面 哲理思考的场面 这时候我们可以尝试 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去读 来去评论 用什么方法呢 结构分析的方法 关于结构主义 以后我们很可以 这个可能会接触到 简单来说呢 这是一个 把一个作品 最基本的元素 处理出来 去看它 最基本的框架的组成 是吧 比如说你多了很多很多的童话 然后把它出出来 这童话无非就那么几种 几种模式 基本结构 这叫结构主义 所以现在我们呢 也可以参照 结构主义的方法 就是说用简单的处理法 把围城 围城西来很多事 很多人 很多故事 我们把它简化 处理出来 看它的基本的结构是什么 基本的依法是什么 是吧 我们就下面来处理 来看看 刚才说到方奉剑了 说了很多了 他是一个永远在寻找 精神依附的人 但是每次找到新的归宿以后 他都发现 其实不过是一个旧的束缚而已 所以这个小说 有好几次提到了围城 提到了围城这个词 其实是象征一种困境 围城就是困境 方奉剑你看它有很多遭遇 你们如果把它的这些遭遇 这些这个故事简化以后呢 就变成了两个词 一个词叫什么 进城 另外一个词呢 叫出城 这就是围城嘛 他总是拼命的要进城 往里边挤 很多行动都是进城 进去以后又觉得很无聊 又要出城 不断的出 又不断的进 就贯穿动作 所以小说有很多暗示 都象征是围城 开头那个船 在大海里边 航行 四边都是不能 都是隔绝的 那么这就是围城嘛 到了上海呢 下船以后是吧 新生活陷入困境 是不是进入围城呢 然后又到内地是吧 山立大学 进城外 待不了几天 围城 然后又要出城 到香港到上海 也是进城又出城 你看他的婚姻也是这样啊 要恋爱想结婚 结婚是什么 围城 婚姻就是围城 近期以后又想出来 甚至想离婚 想摆脱 就要出城 整个小说就写了很多的事 但是要简化处理一下呢 找出他基本的依法 基本的结构 就是进城出城 进城出城 不断的重复 以日无穷 防风剑的永远都是进出 进出 好像在做这种五用功 对这个懦弱的主人公来说呢 这一切都是不自觉的 是被动的 盲目的 本能支配的 或者说是述命运支配的 所以他永远在寻求 走进 走出围城 从一座城 围城 走到另外一座围城 就做一种五用功 小说啊 其实写这个什么意思呢 是吧 往生理去探究 写的是人生的一种盲目性 人做本能的支配 永远都要进哪出啊 进哪出啊 要重复一些遭遇 作品呢 就象征暗示 读者 说呢 城外的人都是想进气的 是吧 局外的人都是想进气的 城里的人都是想出来的 冲进去逃出来 永无止尽 所以这是有点超越啊 超越 超越出来看 进气出来 都是无所谓的 人生终究不可能达到 年来的设想的意愿 凡是你要得到的 你要的可能得不到 得到的也并不像你所要的 人生呢 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进出 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行梦 这样看来啊 围城呢 确实是有一种很冷酷的 哲学的思考 概括一下 刚才说 结构主义的方法 概括一下 就是人生处处是围城 城外的人想进 城里的人想出 从进去又走出来 永无完结 是吧 这部小说的意义呢 也就是两个字 行梦 你没有得到的时候 梦是美好的 得到以后呢 梦变成现实以后 就有困难 就会困境 所以你又希望摆脱 寻找新的梦 所以我们呢 刚才用这种 类似结构的 主义分析的方法 把这个小说 充分简化以后 看到它的主题啊 最深的这场主题 其实写在它的封面上 什么 两个字 维城 是吧 就点题了 当然一般人 读这个小说的时候 一开始可能不在意 它的标题 什么叫维城啊 不在意 读完以后 认真去琢磨 为什么叫维城啊 就很清楚了 这里面有一种 人生的苦涩 所以维城啊 我认为 它是一部探讨 人的孤立 和彼此间 无法沟通的小说 最深层的东西 是存在 人的那种孤立 彼此无法沟通 所以这部小说 为什么要用 维城为题呢 是吧 就是这个含义 更深的一个含义 这个含义啊 就是对人生 对现代人命运 富有哲理思考的 一个含义 也是作品呢 第三层 最深这层的含义 叫哲理思考寓运 这个哲理思考的层面 首先我们讲一下 维城的引言艺术 我们读围城的时候啊 常常一个人读着读着 自己都会笑起来 排暗角节 是吧 多的时候 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在笑 家里人以为你在傻笑呢 所以这个小说啊 是有这种魅力 很大程度上 我们是被它的语言 所吸引了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语言是很重要的 围城的讽刺 是非常有味道的 它是一种普遍的滑稽化 它的语言是讽刺的 是吧 它是一种普遍的滑稽化 用滑稽的眼光 来打料 这个世界 具体表现在语言技巧上呢 就善于用比译 钱宗书啊 喜欢用名义 也要善于用象征的事物 在选择细节的时候呢 不单为了适合情节的内容 也希望通过这些细节呢 去评论整个小说情节的道德面 所以这个围城呢 到处都是比译 里边就隐含有一种机智的讽刺 所以他 譬如说 方鸿健呢 有一次在苏文湾家里坐着 坐着呢 突然又来了一个沈太太 有钱人的太太 坐在他旁边 这沈太太啊 有个毛病 就是浮处 隔织窝处 就是夏天 这方鸿健呢 给熏的受不了 那么小说呢 就打一个比方 说方鸿健 欲换座而不得 这时候他就想到一句话 政府都快迁都了 自己倒不能够换座位 当时抗战吧 政府呢 从南京迁到重庆 他说政府都要迁都了 我换一个座位都不行 这个很可笑啊 讽刺 就在特殊的环境中 把两个根本不沾边的事 联系在一块 产生了一个不协调 但是很可笑的一个效果 钱中书啊 他是一个大学问家啊 他写小说里边也有很多学问 比如说他给人物起名字啊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这个名字啊 都有来列的 像方鸿健 是吧 鸿健 是义金里边来的 鸿就是什么 随鸟吧 随鸟 逢健 健就落下去 飞起来落下去 是吧 又要走了 这房逢健 就是不安分 是吧 没有位置 房逢健 多疑的人 没有位置 这名字就代表了 孙柔家 大家注意没有 柔家是什么意思 柔家就是权术 就古代的一种说法 一种统治术 是吧 这个孙柔家 结婚以后 结婚之前是一个 这个可爱的少女 结婚以后 变得是一个异义夫素 就是把她丈夫 管得腐腐贴贴的 这个儒家 很有点心计 赵心妹呢 是吧 心妹什么意思 妹就是门嘛 心就是放在门 上面的一种草药 古人呢 就挂这个药在门上 用来辟邪 赵心妹这个人呢 相对来说比较清醒一点 是吧 还有像 楚顺民 韩学义等等 都有讽刺 这个小说非常有意思啊 后来改编为电视 电影呢 也改编得很好 但是有些呢 也是吃的不讨好的 比如说 小说的语言表达 阅读的快感 在电视里面 损失就很多了 是吧 所以阅读 是一个人的行为 这个朗读都不行 这个小说 是很有意思的 维城啊 要人家想起 这个《柔林外史》 但它艺术上 我觉得它超越了 《柔林外史》 它有统一的结构 有更丰富的喜剧性 同时啊 维城 它可能受到欧洲 流浪汉小说的影响 维城呢 是一个既现实 又奥妙的艺术王国 你只要进入它 就可以接触到 某一层的预运 就会有所得 身者得其身 前者得其前 那么维城 有没有不足呢 有不足 就是说它太损了 对人性的观察 对人性的讽刺 有点太无情 整个小说 缺少一点温情 这就是学者小说 太冷静了 像云端里 看这个世界 通过这个课 我们对维城 多重预运 有所了解 就懂得一部小说 一个作品 内涵丰富的 是可以从不同的层面 进入的 可以做出 各种不同的参识的 维城 起码有三个层面 我们用三种方法 做三种解释 好 今天我们讲了 张爱玲 也讲了 钱宗书 这都是两个 四十年代出现的 一个伟大的作家 今天扣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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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